小心小心 上面还有就是 现在就是金饰 金上面还有 现在宝石 这有上面 上面这是苗金的 甘肃麒莲山京县一座唐代古墓 考古人员在墓中挖出一块墓汁里 将上面的文字解读出来后 令专家大持一心 大洲 慕容辅君墓汁 大洲可是武则天称帝时的国号 那么慕容辅君又是神呢 他会是墓竹人的名字吗 点赞关注 本期视频咱们来共同揭开 2019李世民外思慕之名 搬开封门砖 墓门腐朽倒在有道中 天王永镇墓兽狭长的墓道 青砖建成的巨大墓室 为何一座千年的高等级墓桑 会建在山底 耗费庞大的人类物理 墓中埋葬的究竟是谁 麒莲山大墓被发现后 国家文物部门非常重视 联合考古队很快齐聚齐连 当考古人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墓室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顶部已经开了一个大洞 专家根据墓室的建造形式 推断这应该是一座唐代大墓 如果再不进行发掘 墓室将会进一步遭到破坏 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 考古人员立刻对大墓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通过他现洞口 考古人员发现 墓中的文物简直太多了 各种隧葬品散乱的叠放在一起 连个下角的地方桌面 并且能看到一口完整的棺材 上面还盖着很多丝绸制品 考古人员很快就意识到 他们看到的这层覆盖在棺材上的头段 这其实就是荒围 荒围大多由蚕丝仿制而成 这类丝织品极易降解 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 当第一次看到保存如此完好的荒围 所有人既震惊又十分欣喜 黄色的织紧上绣着脸珠双龙纹 夹杂着宝箱花图案 横向排列着一道道精美的大象图案 因为丝织品遇到氧气将会加快幅化 考古人员决定先将荒围取出 再开始进行正常的发掘工作 然而到了实际操作时 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面对满地陪葬品的牧师 到底该怎么进去 这时考古人员想到了利用屋顶的洞口 向下搭建一个钢架结构 这个钢架没有根基 由上旗下吊在洞口 利用我们之前一些现场切取的经验 进行卷的办法来卷取 卷取回来 然后再到室内来清理 考古人员极其小心 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文物的安全 当荒围被完整取出后 在场所有人都不由怂一口气 牧师的发掘工作正是开始了 考古队沿着木道巷内挖掘清理 当看到木门那一刻还是大失一惊 木门因为年代久远早已坍塌 将木门清理后 一块巨大的青石显露出来 而这正是木主的木质 木质分为上下两层 中间隔着一层丝绸 保存的非常完整 不具上面堆积的尘土 木质盖上清晰显露出几个大字 甘肃齐连山惊现一座唐弹古墨 考古人员在墓中挖出一块木质 将上面的文字解读出来后 令专家大持一惊 有个字写在大洲雇慕容辅出几木质 大洲是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国号 而所谓的慕容 则指的是墓主为土育魂王族成员 那么墓中躺的就是哪位王族成员呢 在没有打开墓质之前 考古人员也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因为两层墓质之间夹杂着词制品 上面可能也会有重要的文字信息 绝不能贸然将墓质打开 于是考古人员决定 将墓质整体打包送入实验室 十七米长的墓道被清理完成后 考古人员在东西两侧 各发现一个壁滩 当将两侧壁滩的封门砖揭开时 里面竟挤满了保存完好的采陶泳 就像是新作出来的一样 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欣喜不已 这些泳的形态各异 他们有的骑着高头大马 有的缓步徐行 有的吹着乐器 有的拱手站立 这场景就像是一支地下仪仗队 将所有陶泳提取完成后 文物专家在甘肃省文物研究考古所 对一些有损伤的陶泳进行修复 这些陶泳无论从衣着还是神态身形 都有着非常浓郁的盛唐风格 但在这些陶泳中 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另一种服饰风格 这种风格应该是来自草原 科研人员使用大型碳伤机 通过X测线 在不破坏陶泳的前提下 观察陶泳的内部情况 专家发现陶泳有一个铁芯做成的骨架 但是生锈的骨心 造成了陶泳的内部膨胀 外部的泥胎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 导致裂系甚至断裂 而此时的考古现场 飞员们从涌到进入墓室 看到墙壁上还有壁画弹片 地上也到处是碎片 考古人员将这些碎片也收集了起来 以便日后对这些壁画进行复原 先前发掘出来的墓门是双扇结构 墓门上有五排门钉整齐排列 上面还有一些精美的壁画 就在这时 忽然有考古人员在墓室中 发现了一尊甲昼华丽的天王勇 紧接着在纷乱的文物堆里 考古人员又找到了天王勇的头 它是额头嘛 也有苗筋 苗筋这个工具还是比较复杂的 破脸高鼻圆争怒猛 不怒似悲 这是中国古代镇守墓穴通行的神像 在墓室的一小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墓室的陪葬品 这个矿子是做什么用吗 因为破碎原住 专家还暂时难下地 这是什么 尾巴 像布嘛 布生人面 这是麒联大墓中发掘出的镇墓兽 专家不停地清理出文物 各种惊喜已时不时地随之出息 令人不解的是墓中一行崩塌的床踏上 竟占着大量体态风雨的尸体 专家还没弄明白 这是用来做什么 又一件大棋盘被提取了出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一千多年前的核桃 竟然还保存得完好无处 看着这个完好的核桃 专家猜测棺材中的尸体 会不会也保存得这么完好 当考古队员轻易到棺材旁边时 竟发现了一整套武器 剑桶子的鞭子 这里这就是 你看这是皮子 这是黑的 这是绿的 九十 九十 剑符 竹子头 下面这个符的符 剑符旁边还摆放着一丝铠甲和马具的器物 这套马具的精理程度 一看就知道 绝非是一般士兵使用 成造高级武器的出现 再次暗示了大墓主人的身份 非同小可 考古人员决定先将这套铠甲提取出去 队员们费了九牛二骨之力后 终于将铠甲放进了提前准备好的箱子 此时墓中的文物 已经被考古人员取得差不多了 而就在这时 文物保护实验室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墓主人的墓制名终于被揭开了 当专家看到墓制上所写的内容后 也是露出来震惊的神色 大洲顾云辉将军 守所欲灵魏大将军 圆外智喜王 墓主的名字叫墓荣志 墓制名显示 墓荣志不仅是土玉魂的王族 他生前还是大唐武则天时系的将军 像墓荣志这样的墓志 和他这个身份 这样的人在甘肃地去发现 这是非常罕见 但令人疑惑的是 一位土玉魂族的人 为何能成为大唐的将军呢 将墓制名上所有的内容解读完毕后 直语谜题也顺利被揭开 原来墓荣志的父亲 名叫墓荣诺和波 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大唐公主 墓主人墓荣志 竟是土玉魂的王子 这个信息让考古人员全都吃了一惊 而更加巧合的是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墓荣志母亲的墓就已经被找到 埋葬了地方 仅距离这里十五公里 与墓荣志母隔山相望 但遗憾的是 这座墓在发现时就已经被盗 没想到墓荣志竟是李世民的外孙 虽然现在得知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但考古现场依旧还在忙 队员们还在为开关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本期视频您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意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